Hello 大家好 又是藝人妻厨房的时间 今次就会分享一个我平常常煮的汤水 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一个主角 就是响罗 就是松草花响罗煮鸡 先看看材料 有少少猪骨和一个鸡殼 鸡殼是什么呢? 看字面解释 接着就有少少松草花 蜜棗 少少金华火腿 瑶柱碎 还有少少蓝不幸 首先就要把肉类飞水 首先就要预备一煲清水 接着就放了些猪骨 其实多少都 其实我每次做汤 都是很随量的买的 要看你自己要多少人喝 以及要煮多少 先把猪骨 首先就放入水 好了 我们之后就处理松草花 松草花有干的 有濕的 所以就要用暖水 首先要浸一浸 大概浸15分钟就可以了 其余的材料 就可以用清水洗一洗 好了 接着就处理响裸 我这个就是急凍的响裸 我平时都买开那几间 都是去那几间买的 大家都看到 是黑黑黑黑的 很骯髒的 大家就可以拿一支 干净的牙刷 去拆一些骯髒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牙刷的话 用粗盐去慢慢散 其实都可以散 洗完之后 好像这样的 就会白酸酸的 好了 大家都可能未必知道 那个响裸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它都会分两部分 我自己来说 一部分就是很多肉 另外一边就是内藏那边 首先我自己就会切开肉那边 大约我自己会一分为二 接着大家都看到 之后就是比较有少少内藏的部分 大家都会看到 这条不知道是腸顶的什么 那我通常就会开了一半之后 就会整个扯出来不要的了 这一部分千万不要 因为内藏的东西都不会想吃 那大家都会看到 左边那一份就是要的 右边那一份就是不要的 好 大家都看到水滚了 水滚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的猪骨 就要拿出来 就不要浸水浸太久 之后也是预备一煲清水 再把你的鸡壳 出一出水 有些人喜欢买全直鸡 有些人喜欢买鸡 有些人喜欢买鸡 我自己因为不会吃一些 湯渣的好小可 所以我自己的惯性就是 喜欢用鸡壳煲汤多一点的 而且也会便宜一点的 好到最后就是要处理那个响楼 响楼因为有少少声 所以最好就拍两片姜 一起去飞水就会比较好 好了那我自己煲汤 就一定是用这个煲的 我自己用LC24cm 因为煲这些有少少海味的汤 我自己都会放两片姜 然后就顺次最好先放肉类 鸡壳 鸡壳和猪骨都会先放 然后就放少少金黄火腿 还有刚才洗净的材料 都一次过都可以放下去 譬如有些蜜棗 干苗柱碎 虫草花和蓝不肝 都可以一次过放下去 好了到最后就要把响楼都放下去 总之它出了水 之后关火放下去就可以了 就不用这样过冷喝都可以的 那满了就大概去到这个水位 我自己就会首先用大火煲 煮了它 煮了大概这个程度 我自己就会较 通常煮两个小时 我所有老火汤 我一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通常我煮两个小时 就会用小火 好了 两个小时 其实大家都看到 那个水位还是很高的 那这个就是LC的神奇之柱 那不要加盐 因为我们有金黄火腿 可能呢 因为不同的金黄火腿 那个味道可能会有点不同 可能有些会很咸 有些会很淡 所以都是先试味 如果你不够才好加盐 那这煲汤就完成了 其实煲汤很快的 那好吧 下次再分享了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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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